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 Newton Kid的神奇世界 Ey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科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有翅膀的果实 Eybox 饶命啊 饶命啊 看在你诚心求饶的份上 我大胖鸟就饶了你 其实我不是笑你 是羡慕你 你风神翼龙 以及小麻雀的鸟朋友 都有翅膀可以乘着风 到处旅行 我也好希望自己 有一双翅膀哦 不止我们有翅膀会飞行哦 在大自然里 还有一些植物的小宝宝们 也有翅膀可以飞行呢 你是说植物的种子吗 没错 你不相信的话 我把植物对讲机借你 你去请教青丰 黄起和印度子坛三位大树妈妈 看看他们的宝宝 是怎么用翅膀飞到远方去的吧 好 我现在就去 青丰妈妈好 秋天到了 你在做什么啊 啊啊 是什么东西掉到我的头上啊 那是我的宝宝啦 我们清风的果实 身上长着一片翅膀 这样当秋风吹过的时候 宝宝就能从树上盘旋落下 然后随着风飘到远处生长 不信你抬头看看 真的耶 你的宝宝好像竹蜻蜓哦 会在空中旋转跳舞耶 像我宝宝这种有翅膀的果实 叫做翅果 每个翅果里包着一颗种子 在树上的时候 两颗翅果会先长在一起 等到种子成熟之后 就会变得干燥 容易断裂 然后大风一吹 便跟着飞走了 可是 我觉得好奇怪哦 大部分的妈妈 都希望孩子留在身边 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 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宝宝 飘到远方去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一切都是为了爱啊 啊 什么 为了爱 因为果实宝宝如果直接掉在我们的身边 就会被我们的树印遮住 晒不到太阳 是无法长大的 所以要让宝宝有翅膀 才能乘风离开树印 飞到阳光下生长 不幸的话 你问旁边的黄奇妈妈 她的理由也是一样哦 哦 真的吗 晴风妈妈 谢谢你告诉我 不客气 下次有空再来玩哦 黄奇妈妈 天青风妈妈说 你家宝宝也有翅膀 可以飞到有阳光的地方去生长 是这样吗 清风妈妈说的没错 不过啊 翅膀这张一片不稀奇 我的宝宝有三片翅膀呢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宝贝啊 哇 好可爱的形状 看起来像是鸟类的脚丫子 很好 你很懂得欣赏 其实啊 这三片翅膀 是长在花朵旁边的包片变的 包片裂成长长的三片翅膀 底部包着一颗小果实 哎哎哎 起崩了 刚好 你张大眼睛 仔细瞧哦 啊 飘下来哦 好像直升机的螺旋桨 好好玩哦 那可不 这可是经过我们的精心设计呢 哦 这么厉害 怎么说呢 我们让三片翅膀 集中在果实的同一边 这样旋转的速度会更快 飞行的距离也更远 宝宝才有更多的机会发芽长大 这种设计很聪明吧 哈哈哈哈 黄奇太太 该我介绍我的宝宝啦 黄奇太太 嗯 奇怪 这声音是从哪来的啊 那是我后面不远的那颗印度子弹 它的种子形状也很特别哦 好 谢谢你了 黄奇妈妈 印度子弹 印度子弹妈妈 听黄奇妈妈说 你的宝宝长得非常特别 那当然 你看 它们长得圆鼓鼓的 可不可爱呢 可爱是可爱 可是 可是什么啊 我没有看到它们的翅膀啊 它们真的会飞吗 当然有啊 你仔细看 它们的翅膀就在果实的边缘 圆圆的围成一圈 种子则藏在中间谷起的果甲里面 看到了没 看到了 而且越看越像挂在树上的荷包蛋耶 看着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你的比方真有趣 我们印度子弹 就是靠这些小小的荷包蛋 咻的顺着风 飘啊飘的 飘到远方去 拓展家族的领土哦 我开玩笑的啦 希望您别介意 印度子弹妈妈 再见咯 阿斯克再见 Ibox 今天我看了风神翼龙的影片 又学到小麻雀的鸟朋友 以及植物果实的飞行方式 好羡慕 好希望自己也有翅膀 能到处飞到处玩哦 没有翅膀也没关系 你还有我啊 而且聪明的人类 发明了飞机 滑翔翼等飞行工具 甚至举办有趣的鸟人大赛呢 这一期的新小牛顿都有介绍 你赶快去翻翻看 听起来很棒耶 我要赶紧去看书啦 我要赶紧去看书啦 也要少许 我